孙星杰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10月2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到榜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晤,习近平主席表示,中日双方要推动两国关系,在重回正轨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安倍首相希望双方能够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中日关系新时代,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此次安倍访华,也是中日关系在新的历史阶段的重新定位,习近平主席赞赏安倍首相今年来多次表明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积极意愿。 中日两国领导人自今年以来举行了多次会议和交流,中日关系全面温暖的态势已经形成了,安倍访华也是时隔七年,日本首相再次访华,中日关系经历了一段比较艰难的时期。 未来中日关系需要建立在新的现实基础之上,将中日关系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是此次安倍访华。 双方取得的最大战略共识,习近平主席回顾了中日关系发展的历程,尤其是老一代领导人在40年前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将中日关系发展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之中。 这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出发点和基础。 中日关系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息息相关。 40年之后,中国已经是另外一个中国,主演于下一个40年。 中日关系需要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 下一个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会继续,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中国的发展也是世界的发展。 更是日本的机遇,安倍首相此次访华。 两国就经济合作达成了重大的故事,一是双方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至少包括50个项目。 中国的制造生产能力与日本的技术相结合,中日合作能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创造更大的机会。 这也是中日关系从竞争到合作,协作的中央一环,二是双方重启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而且规模是之前的十倍。 中日金融货币领域都合作迈出了一大步,中日两国都到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在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的视野之下来审视中日关系。 国际秩序到了历史的拐点,特朗普的存在是国际秩序变动的变数。 中日两国在维护多边自由贸易秩序上是有共识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符合两国的利益。 如果不能改变美国,那中日可以通过合作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多边贸易秩序。 习近平强调,准确把握对方的发展和战略意图,切实贯彻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 以历史来审视中日关系,十年、四十年、一百年。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 过去十年之间,中日之间最大的变化在于,中国经济总量不仅超过日本,而且是日本的两倍之多。 从经济总量来说,中日之间的权力转移基本结束。 日本也基本认可了这一线时,未来中日经济合作,不是建立泛量的竞争上,而是比较优势之下的功能和角色重新分工。 无论全球还是东亚的形势都在剧烈变迁,在东北啊,半岛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中日两国需要加强政治和安全的互动,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 东亚经济发展也到了一个结构性调整的时刻,中日两国的产业都在升级和重足。 中国之与东亚地区的经济贡献来自两点。 一是中国产业升级之后,其他国家才能承建产业,进入快速工业化的轨道。 二是中国与日本携手合作,推荐区与货币合作,实现东亚国家从贸易国家,向金融国家的历史性跨越。 中日两国的角色和彼此,认定的角色都在经历一个复杂且长期的磨合与调整。 中日之间的合作也不仅仅关系,到两国人民的扶植。 也关系到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发展,以开放第三方市场为契机。 中日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连的汉语而具备了区域,乃至全球性意义。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